澳門今日也恢復接種復必泰疫苗 青州衛生中心接種點一早就有人排隊 接種站在假期期間會根據預約人數調整人手安排 最大限度滿足市民接種需求 澳門衛生局也建議需要緊急出國等人士先接種疫苗 新一批19,500劑復必泰疫苗上星期五運到澳門 疫苗由德國另一個藥廠生產和包裝 並通過繁複測試 國門衛生局解凍了部分疫苗檢測 使用之前也在案情最詳細檢查 確保疫苗無不正常的情況